73岁的人生可以过成什么样 今年的主人公43岁才进入职场 58岁成为跨国集团白人男性中 唯一的女性面孔 我身材也太好了 刚年瑜伽还没换衣服 你多高啊 比我还高 170 刘明明 73岁 去年她刚辞去跨国公司 全球总经理的职位开始创业 干练女总裁来了 这够随便 够花了胡哨的了 我在最好的年代 16岁到28岁 在东北农村干活 看看老照片 你看啊 我在这个茶队里穿的蓝衣服 咱那儿呢就能干活 一个鸡丁里头 全是女孩 大家哭呢 就我没哭 为什么顾不上 哎呦 这土炕 这炕怎么睡啊 这边要烧 这边热了 哦 这玻璃 这怎么没有玻璃 是纸 这纸拿手一点就破了 那破了怎么办啊 人家告诉我喝水 要这么压 压完了要挑尖挑回来 这帮还哭呢 还正揉眼睛呢 开始给您挑水喝了 后来人家起码 我也学起码 就这些新鲜事儿 就把我吸引住了 您的情绪和注意力 从来都不会在那些 已经发生无发改变 解决不了的事情上 在前头 永远是当下在前面 而且我比较关注外头 每到一个地方 先看外部 这是我的一种养成 一种习惯 你看这胖子 所以我能干活啊 吃鸡茶天天干活 其实以后这帮女孩 就冷暴力我 发现我呢 跟农民打成一片 农民老手长得好 说皮肤白 又漂亮就能干 大家喜欢你 那大家对我不太好 我才不受这个气呢 对吧 你们不代表我 天天出去干活 越干越活 然后有时男工不够 他们就找我去 老拿一等工夫 拿的钱也多 正冷暴力 这个你人优秀 在一个什么环境 会有人排进你的 生活里面前有两个循环 说您永远能把自己 走到那个正循环里 您就不会说 哎呦 你一起来的女孩子们排酒 我很难过 伤心 很难过去讨好你们 我才不会难 与众不同也好 少数也好 我不怕这个 后来妇女队长 因为他搞得像结婚 就提升我妇女队长 调到县里头 然后工农冰学院那年呢 选拔一些优秀的知青 所以我呢 在长州念了两年 一个电力发辩店专业 中专完了以后呢 我就分配到工厂了 当工人 所以我入党 我爸都傻了 因为他们在劳改呢 说这女儿怎么就入了党 因为那农民就是 这姑娘能干 后来知青里 全公社就我一个微都了 给我让我入党了 18岁年代让我写申请 后来我说 我家庭出身不好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老农民特别的 真的生产对照特朴实 那跟我们都没任何关系 就认定你了 所以我就这么入了党了 16岁下乡 种地到28岁 43岁才从翻译做起 连高管都拒绝和他握手 上世纪50年代的人 在时代的洪流下 会被冲到哪里 全球集团里头全是男的 真的这张太帅了 但是中国人 女的